日前18日凌晨30 20分许 本分局中山所巡逻警署 巡津辖区区南台路与六合二路 发现一辆重机驾驶未戴安全帽 远警示意停车 不料男子静置回转逃逸 警戒状尾随在后 该男子突将车辆丢弃路旁 徒步跑进巷内企图躲藏 远警驱车追上并将其压制 警察该湖姓男子37岁 是109年9月30日 桥头地检署发布 不能安全驾驶与诈欺罪通缉犯 警方调查 湖南是在夜市摆摊做生意 自称因经济困难 担心入肩服刑影响生计 顾位一时间报道 远警发现男子因逃逸过程 太过紧张 不肾扭伤左脚 先行将其送至大同医院检查 确认无大碍后 将其解送至地检署归案 警方会透过大数据分析 加强辖区治安热点击查 并加强可疑人士盘查 借由主动出籍来净化治安 打造让市民朋友安心居住的环境 正常链区治安